平时我们自己练习摔一掌 首先您先找到一个架子 这个架子是跟您肚脐差不多高的 这个高度呢太低了不利于发力 太高了也不利于发力 那跟肚脐这个高度呢 最打的是最舒服的 发力也是最舒服的 然后注意一点 就是一定要做稳定 如果像有这种会晃动的 你打它就会卸你的劲 这就不太好了 一定要做稳定 它上面的这个面板呀 大概要30x40的 因为上面放的这个纱带 也是30x40的 然后就是架子 架子完了之后就是这个纱带 为什么要30x40的呢 因为它是连你的手掌和你的小臂 一块锻炼刀 它不单纯是练你的手掌 所以它的发力方式呢 也跟单纯练手掌的发力方式 是不一样的 我们锻炼到整个胳膊的正面 有反面 所以这个尺寸的好处就是都可以锻炼刀 另外呢材质也和一般的练习衰涨的纱带不一样 我们是用多层的白棉布缝制的 纯棉的棉布 它的一个是手感好 再一个是它不容易起了解 如果用那个帆布的话就容易起了解 所以这是沙袋 再一个 它里面装的是什么 装的是山楂盒 其实如果讲究一点的话 最早老一份来说要先打那个白毛指 用醋先蒸一下那个白毛指 把白毛指打烂之后 再换这个山楂盒 之前我们也试过绿豆 但是绿豆啊 随着您后期的功力增长 你一打就烂了 就碎了成绿豆粉了 不接水 所以我们找到一个非常好的代替品 就是这个山楂盒 山楂盒它的颗粒大小也刚合适 而且特别的便宜 你去那个魔宝都可以买得到 一个沙袋里面装20到30斤的山楂盒 为什么要自己装呢 就是你边装的时候可以边拍一拍 觉得软了你就多装一点 觉得硬了你就少装一点 每个人的适应程度不一样 所以需要您自己去装 装好之后把它缝 这儿缝结实就可以了 非常的容易 再来就是更高一个层次 就是要打铁砂 打山楂盒如果打到 你已经没什么感觉之后啊 你就要换铁砂了 但是一般人来说 到打山楂盒这个程度就差不多了 再打铁砂就比较痛苦了 因为老一辈来说 他们的要求是什么呢 打到整个手掌 掌骨骨裂为止 所以现在有机会可以去武馆看一下 师傅他老人家 我大拇指都没大小拇指粗 就是因为他一个是 13岁开始练衰长 因为年纪太小 所以我们平时练习 这些硬度方面的功法 一定要四五六以后 骨头长好之后再练 年纪不能太小 再一个是别过度 就像他老人家 你去看他的手背 血管都是乱的 就打掉瓶打针都不好找血管的 所以平时我们练一个适应度就行了 现代人在想达到老前辈的那个时候的水平 打到骨裂 真没几个人能做得到 所以平时我们练习适应度就可以了 沙袋完了之后呢 就是最重要的一个东西 就是这个东西 练完之后 一定要喷这个东西 晾完衰长之后 你的整个手掌和你的小臂 特别是内侧 都会特别的红肿瘤青 那如果你有条件 你就先冰敷 冰敷个十几分钟之后 拿掉之后擦干再喷这个东西 没有冰呢 你就去找那个自来水 冲个几分钟 擦干之后再喷 什么都没有 直接喷也没问题 只要不破皮出血就行 为什么要用这个东西呢 可以用别的东西代替吗 我们也实验过 真的不行 因为它的消肿的速度 真的太快了 我们那时候刚去的时候 跟师兄弟练三高臂 整个胳膊一溜是它的全肿 当天晚上就能全消 它不影响你第二天训练 为什么 因为我们那次转掌呢 每天要找一个固定的时间 固定的时间 而且每天都要坚持下去 不能说啊 我今天练完之后 我受伤了 然后隔多少天之后再练 这样的意义就不大了 所以一定要有这个东西 它可以保证 你的训练进度不被影响 下一个它最大的一个好处就是 看看手掌 没有起任何的老茧 而且皮肤特别的细腻 就是这个东西的特性 保证你的手可以不起老茧 所以真正的铁砂掌 一定是越练皮肤越细腻的 不是起那么多的老茧 也不好看 所以这是这个东西的特性 谢谢大家